女排运动员的薪水是什么水平?中国女排球员的薪水是分几个档次的,比如核心球员、核心球队以及平民球队,他们之间的收入也是千差万别的,最高和最低能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。 作为中国三大球表现最好的排球,和足球、篮球的收入相比,也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,是三大球中表现最好、收入最少的运动。 现在中国女排收入最高的自然是朱婷,去年土耳其瓦基福银行给朱婷开出的年薪是135万欧元,这已经是明福其实的世界第一高薪了。 再加上她参加各种商业活动的收入,朱婷的年收入差不多能够达到2000万以上,据说她的工资和男排鞋等都要抽成的。 虽然说现在朱婷的收入非常高了,但是你知道她没成名之前的收入吗?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而已,训练用的一些营养品蛋白粉都买不起,都是郎平指导买了送给她的。 甚至训练用的紧身裤也是郎平送的,想想可是真不容易啊,再就是一些土豪俱乐部的收入也比较好。 比如那几年投资特别大的广州恒大女排,她们引进的球员年薪可以达到20比30万,另外还有不菲的赢球奖金和夺冠奖金。 可以说广州恒大女排当时是中国最好的球队,另外就是中国排球联赛的霸主天津女排,她的球员月薪能够达到1万左右,然后再加上每年10万左右的赢球奖和夺冠奖。 天津女排的新星李盈盈的收入能够达到100万左右,包括年薪、奖金和商业收入。 这在中国排球联赛都是奉毛麟角的,整个联赛有多少个李盈盈呢? 最后就是那些平民俱乐部,她们的球员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几千块钱,一只普通的排球俱乐部一年的费用才150万,要知道中超某个球员的转会费都有上亿的。 这个差距大家可以自己比较一下,原中国女排的队长慧洛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,自己在未成名之前,工资只有三千块,可见这是中国排球运动员的普遍工资水平。 但是中国排球也在做着积极的改变,今年中国排球联赛正式升级为中国排球超级联赛,也就是终于迈出了职业化的脚步。 职业化意味着市场化,球员们的工资将由市场决定。 而据说新赛季中国排超联赛,将拿到上亿的冠名赛,这对于提高球员们的工资待遇至关重要,我们也希望姑娘们的薪水能够配得上她们的努力。 中国女排是中国最好的球类运动,她们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和收入。 大家好,我是静子,欢迎大家关注我哦,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。